今天准备去恰西森林公园 听说那边门票特别便宜 而且好像有粉丝量的博主进去不用买票 过去问一下 你们这边多少万粉丝以上可以不用买票进啊 可以是 我帮朋友问一下多少万粉丝以上可以进 五万多以上 五万以上 五万以上不用买票 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些计划 好谢谢 那正常的话买票的话是多少钱 30块钱可以开车进 进去管几天呢 连带几天都可以 只要你不去 哦就是只要买了门票进去 带几天都可以 整个夏天都可以 哇这景区这么好的吗 好谢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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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上五万粉丝以上进来不用买票 给他看一下主页 然后可以免费进 待多久都可以 买票的话是30 嗯 我不买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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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 美丽的伊犁河谷 这就已经进恰西公园里面了 往前走一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露营 听别人说恰西特别特别好 比辣拉铁还好 恰西这边是可以露营的 而且只要你买了门票进了景区之后 在里面待多久都可以 自驾车票30块钱 哇这个景区真的是太划算了 而且景区里面环境真的很好 然后我发现这边 就这个云山树林 旁边的草原上 有很多自驾的车子在这边露营 我找了一个风水宝地 这里有一条小河 洗漱水的问题也解决了 然后看那里 后面那里就是雪山 给你们看一下 看看就这环境美不美 而且在景区里边露营的话是没有人管的 这个树林子里面有很多人在这边露营 然后旁边这条路是木道 远处就是雪山 但这个雪山到下个月估计就化了 然后呢我把我的车弄进了树林子里面 那旁边那里就是路 打算把帐篷支在这个位置 面对着雪山草原 松树林 太棒了这感觉 这个包是一个60升的防水包 然后里面装的有 这是一个比较收纳起来比较小的帐篷 因为这一次到新疆的话 我是有徒步的打算 所以重新买了一个收纳起来非常小的帐篷 我之前的帐篷收纳起来差不多 比这个要大上一大圈 然后换了一个薄的睡袋 这个是黑冰的700克的睡袋 然后呢 今年没有拿水壶 拿的是这种袋子装水 这种袋子我平时放在这个包里面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管子放在外面 然后呢喝水的时候可以直接就这么喝打开喝就行 都不用把包拉开了 然后这个袋子徒步用的话也非常方便 这个也是徒步的一些装备 然后加了一块电源 然后呢这是一个收纳起来非常非常小的防潮垫 这里面是两个 一个呢用来铺在帐篷里面 一个用来挡在帐篷外面 这样睡懒觉的时候 光折射在这个上面 我就不会被热醒了 然后还有气垫 这个是一个收纳起来非常小小的气垫 今年把所有的装备 就是能精简的就精简 因为我要去走一些徒步路线 装备小的话 我走起来会更加方便 一个60升的包 就装下了露营装备和户外电源 我的帐篷搭好了 带你们看一下刚换的这顶帐篷 这个帐篷的优势呢 就是收起来小 缺点呢 就是里面的空间也比较小 然后帐篷很轻量化 比较适合徒步带 面朝雪山 这个帐篷的优点呢 就是收纳起来小 缺点呢就是 它的空间要小很多 带你们看一下哈 它的内部空间 里面的空间显得比较局促 比较矮 我觉得男的用的话 肯定会觉得特别压抑 女孩子的话还能稍微好一点 优点呢 收纳起来比较小 然后今年的行礼 就这样 躺一下 看着这个风景 太爽了 外面就是雪山 神仙地方呀 这个环境真的不要太安逸呀 准备在这里住上几天 发发呆 思考思考人生 好 哇,我的妈呀,这啥情况,太恐怖了 哎哟,怕我吓人了,哇,别跟我帐篷 我的天呐,睡到半夜,太恐怖了 他们为什么边跑还边叫,别跟我帐篷,别跟我帐篷啊,老铁 遇到牧民转场了,他们应该是赶着牛转场 哦,这些牛为什么一直叫啊 看这大哥骑着,骑着这个马,赶着这些牛转场 吓死我了,大半夜的 半夜三点钟 牧民应该在转场赶牛呢,吓我一大跳 我还以为啥呢,乖那牛就一直在那叫 然后从我帐篷旁边过,吓死了 还好,没有拱到我帐篷 睡觉 早上好呀 带你们看看外面的风景 哇塞 蓝天,白云,雪山,松林 昨天晚上睡在这里 感觉就跟睡在河流上一样 旁边有一条小溪 然后就听着小溪的声音 睡觉,感觉睡得特别安稳 就跟漂流在河上一样 昨天晚上半夜三点多钟 这边有牧民赶着牛转场 吓得有点没睡好 睡着睡着,外边 哇就跟那个万牛出洞 车子没油了 去加个油 带你们看一下在新疆怎么加油 好多人问新疆能不能加到油 加是可以加到 但是操作起来比内地要麻烦一点点 要停在外面吗 什么意思 明天你说在哪里去 你说怎么了 加油,我都说要停在外面吗 加油,我都都加不了 哪个地方加 前面一个加油都去加 这边上加不了 还要停,还要停,还停停 的话就是我都说不要停 前面还有加油站是吧 前面远吗 前面一点点 前面一点点 好,谢谢啊 好,谢谢 谢谢 这个加油站加不了 下端子,灯呀灯呀灯 看 不知道怎么到啊 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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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花生叶子 啊 瞧瞧就这样 不太大了 啊 帽子好 要起来去 发生的 开照成功 操作成功 谢谢 可以骑进去吧 可以骑进去 现在这边是 都可以直接骑到这里来家吗 可以 新疆都可以啊 可以 不用提桶加了 加完油 现在新疆这边加油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 不可以骑到加油站里面 需要停在他们指定的地方 然后提桶加油 都可以加 在新疆加油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困难 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来新疆的话 油箱只剩一半油的时候一定要加油 因为新疆很多地方 就是你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都是几百公里起 我今天准备去岔西斯利 阿妇 feliz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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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恰西还有20多公里 这边路过了一个镇子 香还是镇 准备在这边买点菜 然后买点水果 带着进恰西待上几天 这西瓜多钱一斤 一公斤多钱 三块五 三块五一公斤 哈密瓜呢 这个十块 一个十块 按个卖的 这个呢 一公斤十八 这都是新疆的水果吗 新疆水果怎么卖这么贵 新出来的 新出来的 那梨子呢 十块梨子 有没有小一点的 我骑摩托车不好拿 现在新疆和冬天一样 是不是在到下个月的时候 水果就便宜了 这段时间水果就相当于反季节的 没有再小一点的了吗 最小就是这个 想把你给我撑一下 三块五 这个桃子多钱 桃子十块 这段时间新疆水果圈贵 就给我拿个这个就行 给我装一下 嫩新疆的狼有多便宜 两个大狼 比我脸都大 七块钱 就这两个狼 就够吃几天了 买了一个西瓜 买了一包子菜 准备到恰西森林公园 住上几天